一天只要营业有两千多一点点 我一百多家店一年一个亿是不多的 灌蛋是福建南平顺畅的一个备衣小吃 几乎家家户户都吃都会 尤其是在一些宴席上都会用 就是无蛋不成心 灌蛋最难的其实就是在保持鸭蛋的新鲜 因为要能把一两的肉灌到这个蛋黄里面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它只有新鲜的鸭蛋 它才能灌得进去而不破 我现在差不多一百五十五家门店 一个月大概五万美左右吧 一年营业了 刚好一个亿左右 你不要觉得多啊 不多 一个店就两千多块钱一天 我是做直营店为主的 我技术我不要钱 反正你自己来学 你看得上的物料 我可以卖给你 没关系 我不愿意去收人家的钱 大家一起抱团群暖 我现在有差不多八十家的这个合作门店 对应的就八十个家庭 我的门店合作伙伴 没有哪一个是想开我暂时光的门店 大不大贵的 大部分人都是图一种安稳 或者说混口饭吃 我们一七年到现在 今年第七年 头到这三年 回了一千多万 我们三个合伙人 基本上这几年 能卖的都卖完了 说实话 如果说万一你卖完了所有的资产 如果还是活不了的 所有的生意 它都是有风险的 所有你现在赌下去的 未来都不一定有回报的 我觉得所有的创业者 在刚开始的时候 他都是勇敢 孤注一致的 总是为自己留各种各样的后路 总是优柔寡断 总是不敢赋以权力的 我到现在为止 我没见过几个能做大 就是明天是怎么样 一定是靠你今天拼出来的 而不是说 你等到了明天 它就会怎么样 越是拼搏努力的人 它是越幸运的